现在开始晚间最新带您关注的是在台北南港区的东兴街有一处建案 工地外的路面有长达30公尺的均裂跟下线 根据了解是因为施工期间有大车进出重压压坏了水沟壁体所导致的 不过事实上这工地在去年就曾经因为拆除共同壁让邻居受损停工 没有想到在复工之后现在又造成了路面的毁损 住户们人心惶惶很担心大直民宅的情况会再度上演 而到了明天上午9点现场也将会来办理会堪调查 马路出现军列从工地一路往外延伸甚至还有下线情况 范围长达30公尺附近居民看得好害怕 路面塌陷地点就为在台北市南港区东兴街 一处建案工地前建管出货报到场警察发现原来是因为工地施工大车进出重压压坏水沟壁体 路面才会军列下线 事实上这处建案已经不是第一次施工期间造成损害去年就曾因为拆除共同壁导致隔壁民房受损气得住户找工会鉴定 建案因此停工 造成临房有规律 然后有纠纷 所以就停工一次 当时停工后到今年5月才复工 6月初再度施工 过了三个多月又发生路面塌陷 现在附近居民人心惶惶 生怕大直民宅事件在自家上演 记者连教委周周林台北采访报道